早上归话早赢了 这是谁说的 就这样的阵容要是李皮来能玩出花来 玩出什么花来 被人打花了 比如说手也守不住为什么不攻 现在不是攻出去了吗 怎么样呢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独家播出的 董璐说求节目 我是董璐 大年初一 中国队客场1比3输给了越南 0比3落后 中国队看上去没有放弃 最后一秒扳回一球 但是这力进球也无法抹平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 这场比赛给中国足球的一个定义 那就是耻辱之夜 在中国队的12强赛的起步阶段 我们0比3输给过澳大利亚 当时呢 国内的舆论一片哗然 那场比赛的确 中国队在面对实力高于自己的澳大利亚的时候 采取了一种啊 并不是符合自身实力的踢法 结果呢 被对方呢 连进三球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失败的教训之后 李肖鹏带领的国足 此番呢 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1比3惨败给越南 不要忘了越南 在此之前是在12强赛这个小组七连败的一支队伍 只能用耻辱来形容 在此之前 中国队曾经有一场比赛 被认为是起始大辱 就是1比5输给泰国 可是那场比赛呢 它是一场友谊赛 而这场比赛 可以讲是当下中国队能够参加的最高级别的正式比赛 亚洲区的世界杯的12强赛 我们居然是1比3输给了越南 回想起来呢 我们不得不说 李铁的下课 更多的是源于啊 场外的因素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 对于李铁在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 用人打法战略战术 提出了非常多的够影 李铁呢 在首场比赛0比3输给了澳大利亚 第二场0比1输给日本之后 其实它已经开始摸索到了一些12强赛的规律 包括中国队自身的实力 可是呢 前两场的失败已经给它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它是一个无能之辈 尤其是在对规划球员的使用 这一个关键的问题之上 那么无论是官方的媒体 还是自媒体 还是云云球迷 似乎都认为这里边有阴谋 似乎都认为李铁呢 是故意打压规划球员 以至于呢 让这些规划球员呢 爆国无门 那么 李肖鹏上任之后 对外不断的发声 就是他非常的信任规划球员 这里边不仅是原谅了洛国父呢 胡乱的吐槽 面对阿兰拍着他说 你来了 我就心里有底了 我太需要他了 包括这场对越南比赛之前的新发布会 也带着洛国父啊 去出席 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他要改变 李铁对洛国父和阿兰 这些规划球员的使用的方式方法 和一个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会说李肖鹏情商真的高 可是这种情商高于足球的规律 就有点让人生疑了 什么是足球的规律 第一 一个球员能不能上场 一个球员守不守发 和他的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 洛国父阿兰曾经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他们现在的足球的意识 处理球的方式和方法 也应该是远远高出本土的球员 但是不得不说 年龄 体能 这些都是客观的现实 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年龄的因素 不考虑体能的因素 那么我想问大家 为什么罗纳尔多和其他内 现在不提职业了吗 可是呢 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 在中国却变成了极其复杂 甚至有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 当时都炮轰 离铁 说他没有一视同仁 可是一视同仁的本质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用足球的规律 用专业的眼光来衡量每一个球员 不论他是本土球员 还是规划球员 并不是因为不上规划球员 就是不一视同仁 可是由于有这样强大的一个舆论的压力 致使呢 中国的国家队在规划球员使用这个问题上 始终成为啊 非常大的一个焦点 只要不用 只要不赢 只要不首发 就被认为呢 是对规划球员的某种歧视 诚然 骆国父在有一些比赛当中的 替补上场表现是不错的 并且还有进球 阿兰也偶有啊 不错的发挥 但是由于呢 两个人呢 整体的竞技状态是一个下滑的通道 不仅是十二强赛的起初阶段 他们的体能不足以打首发 包括这一次 从巴西万里迢迢赶到日本 参加对日本对越南的两场比赛之前 他们长时间没有系统训练 他们也没有正式比赛 好歹本土球员还打了一些中超的联赛 你就说中超联赛的水平再低 节奏再慢 他至少是正式的比赛啊 更何况也没有合练 但即便如此 在对越南这场荣誉之战 李肖鹏选择了上洛国父 上阿兰首发 本来越南对身体的优势的并不明显 尤其是后防防空的能力很一般 我们拥有张玉玲这样的一个高中风 拥有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支点 其实对中国队的进攻非常重要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许就是情商太高了吧 一定要顺应所有的国内更多的这种自媒体的言论 或者是媒体的言论 或者是球迷的言论 可是有一点也许李肖鹏忽略了 假如中国的媒体媒体人 包括那些门槛很低的自媒体 以及那些并不真正热爱足球 甚至对足球的基本认知为零这样的球迷 他们如果对于中国队的用人打法技术战术 都拥有着非常准确和专业的判断 中国足球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这场比赛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 有阿兰有洛国富 有乌生高的戴伟俊 也还有乌磊 但是整个上半场 不仅说是进攻毫无办法 防守又频频出错 导致呢 开场16分钟就0比2落后 这样的一个开局 可以讲是教练组可能没想到的 但是你别忘了 哪怕对手是一个七连败的队伍 但是越南队在对日本队这样的强队的比赛当中 他仍然能够完成六次射门三次射政 而你中国队两场对日本的比赛加起来 一共是五次射门零射政 包括越南队0比4惨败给澳大利亚 他仍然能有十角射门 就说明越南队他的进攻 包括他的反击 应该讲都是有他的套路的 中国队想要赢球 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防守 4231的阵型 不是一支像中国队这种水平的队伍 可以使用和驾驭的 中国队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想组织一些反击 但是规划球员的状态非常一般 当然吴磊的也没有什么亮眼的发挥 戴伟俊虽然说持球向前的能力很强 给人一些希望和亮点 但是场上没有真正能够把球调动起来 塞到对方身后的这样的队员 曾几何时 李铁重用张熙哲被骂 曾几何时 郝俊敏被认为呢 是首发的当人不让的人选 其实李铁的是把张熙哲郝俊敏当做一个人来使 张熙哲先发 然后郝俊敏替补 就是为了在场上保留这样一个多多少少 可以控制节奏 可以转移调度 可以塞威胁球的队员 而这场比赛 居然没有张熙哲 也没有郝俊敏 导致呢 像吴熙和徐新 看上去防守能力不错 可是很早就得到了黄牌 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两个人不可能在中场给予对手更大压迫 因为担心再得黄牌 红牌被罚下 所以导致呢 中国队的进攻不力 没有支点 没有高点 没有边路的配合 传中 没有中路的跟进 没有远射 基本上是要什么没有什么 而与此同时防守 又没有得到真正的加强 两个边前卫包括前锋 对于整体防守的贡献呢 非常之小 那么下半场 李肖鹏和教练组呢 把规划球员换下去了 这等于说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上半场45分钟 能够证明的就是 你不管他的状态如何 你不按照足球的规律 去使用球员 你的结果就是这样 而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还非得用45分钟 0比2落后的代价 才能证明 那么请问 这样的教练团队 你真正专业吗 这样的用人 你真的是 本着足球的规律 来去做的吗 当然 我们可以站在 李肖鹏的角度上 去思考这个问题 李肖鹏也许 他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可是是谁让他 失去了一个 作为职业教练的专业判断呢 那不还是 整个中国足球界的 这些以球盲和二级管为主的 这些人所营造的 这样一个 非正常的一个舆论氛围吧 早上规划 早赢了 这是谁说的 就这样的阵容 要是李肥来能玩出花来 玩出什么花来 被人打花了 比如说 手也守不住 为什么不攻 现在不是攻出去了吗 怎么样呢 其实呢 整个十二强赛 到现在八场比赛 中国队本来已经通过 李铁的试错 积攒了足够的经验教训 比如说打澳大利亚这样的 强于自己的球队 一定要做好防守 守不住也得守 因为那是你作为一支弱队 必须的选择 这是足球比赛的规律 你的防守 如果不能够阻止对方的进球 你经常会在落后情况下 你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 每每又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你弹劾反败为胜 李铁 带国足打越南一个三比二 我们认为是有点啊 脸面挂不住 认为赢少了 认为打得不好 你那个时候好歹是三比二赢啊 现在你是一比三输啊 我曾经说过 中国队不是某一个球员就可以改变的 可是从十二强赛 直到今天打越南的比赛之前 我们曾经树立过多少个救世主 开始是规划球员是救世主 然后伟是豪是救世主 然后是郝俊敏是救世主 然后甚至连高准义都成了救世主 似乎不上 都有点天理难容 现在能上的都上了 最后的结局呢 中国人就目前而言 不仅是球员能力的问题 而是整体思维的问题 甚至也包括全民对于足球的认识和理解的问题 一个高情商的教练 也许只能解决个情商问题 解决不了中国队赢球的问题 中国人短时间内真的踢不出复杂的足球 就像今天打越南在场上这些队员 他们15岁就没赢过 17岁也没赢过 23岁也没赢过 你让他们25 28 30岁去赢 赢谁呢 而今天赢我们的越南队 他们曾经在亚洲U23 这个锦标赛当中拿过亚军 他们是曾经赢过球的 这场比赛的失利 也再一次撕去了中国足球 最后的折羞补 也让我们能够清醒的 认识到中国足球现在的水平 还是他的实施抓清训吧 就这些人 就说你红韵当头打进了世界杯 输个六个八个十个的 也是没脸的 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 我认为首先 李肖鹏得下课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两场比赛踢得毫无内容 而且你这种高清商的 球迷般二级管般的使用球员的这种能力 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 也确确实实啊 不够格 甭管是谁 上来一个多多少少 能重新开始 把后两场比赛 让年轻队员去踢吧 输多少个也无所谓了 你已经输给越南了 说句老实话 你再输给阿曼或者输给沙特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吗 索性让更多的年轻队员 提早的登上周际赛场 为未来而战吧 说实话 中国足球 现在没有任何可以 能够让中国球迷寄予希望的地方 这些人只能成为历史翻篇的过往 寄望于未来 而且这个未来不是四年后 甚至不是八年后 十二年 十六年以后 再说吧 当然还有一点 中国的足球 在你培养出球星之前 你一定要有一种 真正的文化和认知方面的革命 不能在这样的一种 无头绪的 这样的一种 舆论氛围下去搞足球了 什么是足球 什么是足球的攻守平衡 什么是一个教练员 在比赛当中应该去做的事情 一个球员 他的首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等等 这些最基础的问题 更不消说中国人应该踢什么足球 这样更复杂的问题 在中国都没有答案 先找到方向 再去前进吧 足球是永恒的话题 如果您也想跟我一起看球 砍球 就赶快到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抖音 懂路说球 这个话题下面 一起讨论吧 感谢您的收看